配上二話不說 親就對了 啊 要沒給 不是 我為什麼一瞬間 感覺像是在看A片啊 我已經懶得吐槽啊 珍珠美人魚是不少人的童年回憶 而作者也在今年8月開始試篇的連載 消息出不少粉絲表示超期待 但劇情讓YT頻道少女調查所期望落空 八點檔神展開 角色行為也看得不薩薩 各位評評理 這樣你們追得下去嗎? 你完完全全沒有聽錯 珍珠美人魚半道了 新的世代來臨了 上個世代的去死 欸等一下 這個圖片到底是誰放了 你們一定會有其他人說 其他動畫也是這樣子 不要這麼苛刻 但是我真的沒有看過 這麼厚顏無恥之人 Rucia跟她媽媽一樣在小的時候 莫名其妙愛上一個男人 莫名其妙一見鍾情 然後莫名其妙中間 不知道為什麼見不到面 轉眼間就長大了 然後莫名其妙又搬了回來 哇 這位男主角竟然也喜歡蟲狼 然後竟然下一秒 給我淹死了 不是啊 到底為什麼你們腦袋的邏輯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我先不探究 你到底為什麼小時候愛上別人 整他不會覺得 那是小時候的兒戲而已 不要太認真 你現在長大了 回來遇到鼻子 然後一見面 又給我看到男生溺水了 然後你竟然覺得 哇 好帥啊 我沒有認錯 他就是當年的小男孩 你到底是喜歡他哪一點啊 到底誰看得出來啊 但是你不覺得這個畫面 彷彿似是神相似嗎 沒錯 他媽媽可厲害了 就是喜歡上海斗溺水的樣子 戚完黑莎的露西亞 明天迫不及待的來上學 馬上遇到了短頭髮的妹子來判關西 不是 這畫面怎麼好像有 有那麼的似曾相似啊 我猜 你是不是藍頭髮 好吧 想要吊男孩子啊 讓我保身波音 這 沒錯 然後這位黑莎 也是臉盲 更是神經病 不但認不出露西亞 還對於一直看著黑莎的露西亞說 你到底在誇小啊 然後放學的時候 露西亞還在偷看 因為他這位神經病 會怎麼做呢 他直接跟他磨鼻子 然後說到 我才不會親你呢 你不親人就可以跟女生磨鼻子嗎 你的必要還真特殊啊 然後露西亞跟媽媽相遇 跟他說我們人魚 有很崇高的責任 但是責任是什麼呢 媽媽裡什麼都沒有說 但是你們兩個 到底誰是誰啊 然後露西亞跟黑莎 就繼續玩躲貓貓 見面 喪失了說話的功能 只知道親親 然後就離開了 花生小桃照抄自己的畫面 真是太神了 我照抄自己 這樣就沒有版權的問題了 黑莎跟露西亞 見面的情況 真的很瞎啊 黑莎去衝浪 就聽到朋友說 衝浪的重要東西了 欸拜託 人家要衝浪 露西亞 你可不可以離人家遠一點啊 你這應該是故意受傷了哦 然後就被黑莎找到了 露西亞的魚尾巴受傷了 黑莎二話不說 親就對了 阿喇喇喇 不是 我為什麼一瞬間 感覺像是在看A片啊 我已經懶得吐槽哦 他是被窗板撞到 不是被毒蛇咬到 你到底在親屁哦 算了 我們不要探究哦 反正花生小桃 想要湊合他們 使出了渾身解數 黑莎跟白莎 這兩位號稱是王子 且住在一起 白莎就幫忙帶路 進去了黑莎家 露西亞看到黑莎小時候 與自己的兒子照片 白莎跟露西亞說 黑莎信心念念的 都一直是那位美人魚 所以你死心吧 跟我在一起吧 欸 你不是吧 你確定你跟黑莎 是住在一起的室友嗎 搞得你很像討厭黑莎 想要拆散黑莎跟露西亞 然後黑莎就擺出了 保護露西亞的姿勢 不是啊 白莎你到底有多恐怖啊 才需要這樣防備白莎啊 然後白莎就摸摸鼻子 知難而退了 白莎找了之後 黑莎就很生氣的跟露西亞說 巴巴卡 不是 你生氣就生氣 到底為什麼要把別人壓到床上 然後 又又又在磨鼻子 你就是要花生小桃 的小腦袋瓜 到底是如何湊對的 以上是目前為止 到第3 如果你也想成為下一位爆紅創作者 請打開下方資訊欄連結 一起來投稿吧 配角的內容 我不知道大家看完的想法啊 我自己是很失望啊 真正美人魚決點到了第二季 還是沒有改善 配角過於路人化 這可是比配角過於白癡化 還要更加嚴重的事情 因為配角根本沒有出現 也根本沒有做事 真正美人第一季最弱的就是 除了戀愛跟打擊壞蛋沒有別的了 最最重要的就是家人 還有被破壞的家園復興的問題 美人魚談了戀愛 就像嗑藥一樣 其他事情都不管了 到了第二季 也是除了戀愛什麼都沒有 家人的部分也是草草帶過 路人他們也瞬間變成了路人嘉義餅丁 總的來說 希望其他的話術 華生小桃可以做到翻盤 不過我估計 華生小桃真的沒有戲唱啊 來用著一樣的配方 還希望觀眾買單 我不一定希望作者按照我的邏輯寫故事 你可以寫一個 讓人意想不到的劇情來打動我 不過很顯然 華生小桃不曾改編過 我個人最討厭 珍珠美人魚 海斗跟路亞的劇情 我真的很不清楚裡面的邏輯性 而加下這兩個人的故事的部分 都是由華生小桃獨立編排的 故事已經擺在那裡了 所以動畫組只好圓崩不動的照搬過去 珍珠美人魚的其他角色 波音 莉娜 莎 莎羅 甚至是李仁 或是妮可 前面的那些的個人故事 我都有做過影片了 唯獨妮可的影片 我沒有做 原因不外乎 就是因為他的故事太短了 妮可可是守護美人魚公主們的隨從 所以就讓自己的愛人告白 也知道無聲甚有聲 開心度過聖魚的時光 我們可以看出 動畫組都有把他們所背負的壓力 給描寫出來 且都是由動畫製作組改編而成的 不然漫畫你會看到 他們莫名其妙多了一對情侶 不過唯一一個 我覺得花生小桃 編排劇情 還是可以的角色 那就是小博跟優力的劇情 不過那也是可以的範疇 動畫組最屌的地方 就是把錶子弄得更加錶子 米兒在漫畫裡面 是海斗 親自 親手奉上 露雅珍珠項鍊給米兒的低能行為 而動畫則是很巧妙的安排 讓露雅看到海斗 幫米兒戴上了納木 如果珍珠美人魚沒有搞出什麼驚人的發展的話 我是不會再更新珍珠美人系列啦 大家可以看看 我認為真正好的珍珠美人故事 我相信你們一定會有所改觀的 我是上昭教授索哲林 我們下次再見 see you